嗨!這次的影片主要跟大家分享某一天的午餐 是跑到大坪林去吃了一頓飯 除了吃飯之外還會觀光街 那看影片之前幫我分享按讚 那我們就開始喔 GO 剛從捷運站大坪林走過來 大概要十分鐘左右 那就先進去囉 然後其實我已經有點遲到不 是已經遲到了 所以我要趕快先去餐廳 等等餐廳見 剛剛被他們帶進來座位 然後要來點餐囉 他們是採用QR Code的方式點餐 吃飯 有聖誕節的套餐 有搭配有送一支 梅果酒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掃QR Code點餐就可以了 好 小QR Code進去呢 就會看到 線上點餐的網站 然後是採用 這個網頁點餐 然後就先來點餐囉 你想要吃什麼點心嗎 我都選特別的喔 是要多特別 口水雞 吃魚呢 他很吃魚啊 私房酸菜魚 喔酸菜魚小的嗎 先吃飯點餐喔 先吃飯點餐喔 我們現在有一個魚 一個炒飯 一個小紅包 一個菜 喔對要喝茶嗎 我先送喔 嗯 今天我們可以慢慢吃 嗯 第一樓 先點了這些 再收10%的福利費喔 那是什麼是竹蔗茶呀 我不知道 竹蔗茶 什麼是竹蔗茶 有人都過嗎 好喝的話可以留言跟我說嗎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份炒水煉的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份炒水煉的 不管它的甜度或脆度 都還蠻符合我的口味的 不過它的確冷掉之後 就沒有那麼好吃 所以一上桌的時候 店員就特別交代一定要趁熱吃 接著來吃芋頭糕囉 吃了一下之後呢 覺得這個芋頭還蠻好吃的 而且我本來是不吃芋頭的 所以也很推薦大家可以點這一份芋頭的點心 比較意外的是酸菜魚的辣度沒有到太辣 然後麻度也剛剛好 所以不敢吃辣的人 我覺得也可以來嘗試看一看 原味絲瓜、鵝乾、配松露、起司、蟹粉、蒜味、蒜味 那我們建議使用原汁原味不加任何薑醋 那我們小心燙請慢用喔 好 謝謝 原味的 這是好吃的欸 好吃的欸 好吃嗎? 但是好吃的 吃完原味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吃其他的口味 我現在正在吃的是起司口味的 朋友正在拿的是黑色的松露口味 其實不同的小籠包的口味的差別只有在皮上 內餡是一致的 這個小籠包 我覺得可以點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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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其實 我それでは 好嗎? 行吧 好嗎? 好嗎? 好了 行吧 我們開始逛街喔 這裡是延企生活 我們下次見